嚴重的車禍 這個涉及一輛旅遊巴 到目前為止 我所掌握 其實司機 初初以為證實身亡 現在危險邊緣 醫生覺得不樂觀 但還生存 但其他三個乘客 身亡全部都是拋出車的 我又想提回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開始 立法規管旅遊巴 乘客一定要鑽安全帶 現在香港很多時候的法例 是要求車有安全帶 但沒有要求乘客鑽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認同虛切 我都曾經說過 公共小巴 要安裝安全帶之餘 還要有感應器 感應器的意思 即是 好像我們現在私家車 司機旁邊的位置 你坐在這裏 你不綁 他就一直吵 吵到你心煩意亂 小巴 我那時候也說過 應該是這樣做 但後來 行業反對得很厲害 他說 小巴 太多人 上上落落 有些人可能一個站 兩個站 他不鑽 你的車又不開 然後跟他吵 製造很多糾紛 這個 我就不太苟同了 但是 暫且放下 旅遊巴 是完全兩回事 旅遊巴 基本上 不會坐五分鐘下車的 肯定是長途比較多 而且 也不會 中途有很多 生客 想想落落 旅遊巴 應該是立法 全部裝有感應器的安全帶 以及 要求 如果有人 坐在這裏 不抱安全帶 出聲 司機有權不開車 這是違法的 再吵下去 那就報警 如果不是這樣 其實你對其他人 也有很多的影響 也是為了保障 乘客的安全 我覺得是時候 因為遲早 這件事也要發生 我記得我小時候 私家車 連司機也沒有安全帶 我中學的時候 在藍拔稅 我有個同學 意外身亡 他坐在司機位旁邊 司機位那時沒有安全帶 他旁邊也沒有 司機反而沒事 他就身亡 到今天 司機位又有安全帶 旁邊要有 還要出聲 為什麼旅遊班 不是與時並進 都是要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政府要考慮立法 另外一件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個星期一 港鐵主席 就說 交了報告給政府 關於紅磡 月台作赤史 隨後 政府又好像說 沒有收到 其實是一份草擬文件 我所理解 其實 他們交的時候 是相差甚遠的 所以 但回去 搞了五天 上個星期五 交了 應該很近磅 很近磅 應該其實 以傳統來說 今天就是星期五 通常當然是 在週末之前 星期五時五時 就出這些新聞 今天就不會出 好了 原因 更差 但是 大方向 就這麼磅 表示 下星期 就一定會有 可能是星期初 等等 主要 都是圍繞著 要符合 三個條件 第一 就是 結構安全不影響 第二 就是 它統計學上 站得住腳 而且 要有廣泛代表性 而且 要有廣泛代表性 後面那兩個這麼重要呢 就是 在將來 去到被人訴訟的時候 因為 這件事情 將來 會有很多 可能涉及 幾十億的訴訟 沒有可能到時候 到時候 去到庭的時候 再走回頭 去搏爛牆 就是 這一次這個報告的結果 就要有足夠的法律基礎 令到將來任何的訴訟 去到法庭那裡 是可以拿一份這樣的報告 作為基礎 給法官去判的 所以 他們現在 就是在這方面 是想確認 全部的事情 都做到足 所以 今天 就 不會出 下星期 就會有的 就和大家講一聲 小巴 我的業界反對得很厲害 因為 如果你是一個人不大 那你出聲 當是感應器 是不是 因為他的問題 是他太多客想想落落 他不是原本本 那十九個人 由頭坐到尾 中間有人一個站 一個站 一個人不大 人不大 你和他爭 爭得來 過一個站 有人上車 你都和他爭 那你這輛車不用開了 我都明白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你叫司機做醜人 每一個不舔的 叫他下車 你不下車 我不開車 要不然檢控你 你就真的找家懷 但我覺得旅遊巴很不同 有人說巴士都做 但巴士不行 你有站位 有站位的 但旅遊巴真的不同 旅遊巴基本上都是 上車就是這麼多人 下車就是這麼多人 還有比較長途 所以我覺得至少要踏出第一步 那些公司是肯去投資 當然由現成的車全部有安全帶 變裝感應器 要多少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長遠 走不掉 你說如果政府立為新的旅遊巴 一定要裝感應器 我覺得最少最低限度 因為要新的時候裝 不是花很多錢 你舊的 你要插出一張椅子 再裝再搞 可能是很煩的事 但我覺得無論怎樣也有個開始 你說三個人的命 我亦都不知道 這三個人背後的家庭 到底是什麼背景 但你想想 就無事無端就走了 沒有理由的 我們去追究哪個司機是責任 拉他坐牢 二十年 加寵刑罰 那今天怎麼辦呢 我一向都覺得 預防是重要過去懲罰 我不相信這裏 的士司機也好 旅遊巴士司機也好 是全心 是吧 想傷人 他都不想 那 不怕萬一 就只怕一萬 為什麼不可以至少走多一步呢 這次現在三個死亡的 全部都是拋出車外的 我亦都跟 那些旅遊巴業界談過 他說基本上你拋出了一輛車 你就真是 空多吉少 你在車裡面還有機會 你可能不要一隻手 不要一隻腳 你還救回你的命 拋出去呢 通常就是 沒得救 我覺得我們最少要保住這點 你剛才說是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要在統計學上 要賺得住 統計學上 和廣泛代表性 那 例如怎樣要在統計上 賺住 例如增加多一點的 作賞自己的 你要證實 現在有二萬六千支 它不會作賞的 那 如果你是作了幾千支 就看你怎樣分佈 分佈 是吧 看你怎樣分佈 是有廣泛代表性 以及數量 即是每一支 鋼筋和螺絲母 它是用超聲波去 它不會剪斷它的 它是用超聲波去叉測 它的鋼筋和螺絲母中間 那些聲音會是怎樣 如果扭實是一種聲 你空的話是另一種聲 它是查到的 那你說二萬六千支 它的統計學 那 我不知道了 統計學通常來說 可能十幾二十個巴仙 差不多 那 都可能幾千支 那 它自己要分佈得均勻 就不要只看著幾板牆 如果看著幾板牆 是很嚴重 其他不看 去到法庭的時候 對方可以說 是我幾板 我其實其他沒有東西 而且最重要 我想大家明白 都不一定只是為了訴訟 它一定要做加固工作 我不覺得這件事嚴重到 要拆掉整個月台 但是一定要做加固 如果它做加固的話 到底那些點 集中在某些 某幾板牆 還是全面分佈呢 是影響它的加固工作的 我所理解 如果是某幾部份牆 是嚴重一點 它加固是容易做 是會快些 如果廣泛性全部都有小事 它全部都打這些 降資進去 就搞得好像蜜蜂巢 那樣的了 即是那個石屎陣 那就是 沒有這麼理想的 即是會長一點 難度又會高一點 所以是有幾方面要兼顧 所以為什麼它們這次這麼認真 因為這一次做了之後 就是解決了過去四五個月來的爭拗 任何的謠言 和將來的訴訟 和事後的加固工作 全部都是坐於這個報告那裏 而是最大事 最大的事件 就是大事件 最大事件 其實是在這裏 和事件 使用大事件 也只是被返回 出了 在這裏 我們現在的三個人 都死亡 都被返回 出了 我認為 很重要 但我们现在不会再行 我讨论和识伙语中 所以,如果识到一扇, 如果您收到织的机器, 它是将写选生的生命 还不会写过了 אותו的把一织生命 但一旦能使用生命 但是,但是,你曾经讀众 去分为D认为90%的生命 是难以为生命命的生命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你能做 当然,我们才尽量到我们的效果 you can penalize the driver any way you want okay but still I want to prevent lives innocent lives from you know from losing innocent people from losing their lives all right all these buses currently that particular bus do have seatbelts people basically just don't you know buckle them so we need to legislate and make sure if you don't buckle it's a criminal offense all right because it could result in loss of life now one way to help driver know which seat which seatbelts been buckled and which ones haven't is the sensor system which currently in all private cars you do we do have it in the driver seat and the seat next to the driver i'm p proposing that all the sensor system should be put into every single seat on the coach all right in addition to just having a seatbelt seatbelts a dead thing if you don't use it it's useless and curry there's no legislation that says that you must buckle your seatbelt the legislation is that there must be seatbelt on the bus right that's the problem but even if you legislate and say one must buckle a seatbelt how do you enforce it you expect the driver to check back and and forth every time even if you find that someone is record a seatbelt you turn around that person can unbuckle right you never know so we need a sensor system that's why you need technology why are you approaches why not all sorts of buses and minibuses and secondly do you think there's a need to look into okay i have tried to push for for this idea on minibuse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minibuses there are a lot of passengers getting on and off some ride very short distances and for convenience sake they don't want to do it you get into a lot of arguments and most of the time the bus will not be moving all right and there's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trade and i can understand that for buses the problem is all the buses have standing capacity so if you have people spending standing and then you legislate to force those seated to have a seatbelt is a bit sort of ironic right you then you have to have a bodybelt for those who are standing right plus buses are going at a slower speed anyway buses do go at a slower speed than coaches so coaches do not involve people riding short distances usually coaches involve a group of people riding from the beginning point to the end point all right and usually involves a reasonable journey in terms of distance so i think that is the place to start so i think that is the place to start and how about the issue of long working hours with drivers do you think there's this is an issue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from what i can understand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taxi uh having the car on the highway not moving whether it has enough flash or whether it's obvious is one thing whether there'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driver negligence or something else currentl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going on in terms of penalizing the driver i have put forth a suggestion that all the buses and this is not coaches now all the buses in the future maybe even minibus they should have the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nsors where they can detect fatigue through the eyes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using that but of course these are all in the initial stages all right every single direction should be should be pursued but some would take a longer time some would be difficult to enforce because of you know reality but what i'm proposing now in terms of legislating for coaches to have sensor based seat belt and anybody who's who is in a seat and not buckling it the sensor would go off and that would be easy to enforce without technology you're putting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driver because if the driver goes all the way to the back and front make sure everybody is buckled and turn around somebody can unbuckle and you will never know so you need that sensor so you need that sensor ああ so you need that sensor so you need to be very easy to use the嗓子 noty a s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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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是講一些細節而已 那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細節會一個星期都搞不定 就是他們這次是很認真很認真 其中也涉及 我很肯定涉及 政府的三個專家 和港鐵專家在爭取數 那爭取數在爭取什麼呢 我估計都是結構安全 可能政府想做多些 港鐵專家就說 如果是這樣影響結構安全 你又叫我想個方法不影響結構安全 你又要我做多些 就是這類的事情